别抖 别撞 让胖皮夹砸进水里 钞票全禁私 两男女天林的全身砗 高分被互呆 很幸福 刚才那么 yup 小赤贪疑似遭货车擦撞 老板暴怒先呛吓 货车驾驶立志现断裂 下车对呛 新车撞上摊贩身材工具 七百块钱遮雨棚 两人都心疼 最后还是摊贩老婆 冲出来打原场 才避免一场全舞行 小鹿擦撞就发生在 基隆市正病渔港 一处传统摊贩小吃街 由于路本就小 当天又下雨 货车驾驶开车经过小巷弄 不慎擦撞雨伞棚架 被摊贩拍窗制止 战火才爆发 直接回到事发现场 巷弄真的很挤 因为现场不止小吃摊贩多 一旁还有邮局 消费者路过游客及洽工民众 车辆又随处临停 人车全塞成一团 交通大打结 这边没有红线 游车什么都很不方便 图方便乱停车 民怨四起 但市府交通处会看后 发现此地不属于道路范围 因此警方也无法开单举发 只能协助通知车主移车 乱象无解 市民只能忍 只能协助通知车身上报道 我是哈远宜 不用说故事 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正义的拿证据说 被掩盖的挖出来说 非主流观点 我有勇气说 用心说好 两千三百万人的故事 我是哈远宜 请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